雪中宋坦 新北市永和警分局永和派出所警员潘姿颖途振坤巡逻时接获民众求助 到场发现52岁严靖男子一家人生活陷入困顿 75岁老母年老时至44岁弟弟又因重度残障长年卧床 本来开计程车的严南最近也因长期敲劳病倒 家里只剩下发霉的面包 警方说严南10月被诊断罹患侠心症等病导致职业驾照被取消 无法再赚取生活费公母地使用 积蓄也在近日用光生活渐入困顿 几乎断吹永和索索掌翁起源德之后 今天立即请原警送接应急名声用品 猪肉白米及蔬菜并寻求地方公益团体及警友站提供协助 警方表示盼借此关怀弱势制赠物资善许 唤起更多社会大众与企业的爱心进而达到 抛砖引预效果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永和正妹女警建言男一家生活陷入困顿 送来名声物资救急 记者将孟谦翻射分享